那明杰解放军事实上在珠海航空展 这两天是不断的秀肌肉 然后接连两天事实上也都呛了美军 对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军机 今天上午又九度进入台湾的这个西南空域 那对台湾进行骚扰 那我们观察就是说 解放军的确在9月之后 就我的记录看起来是更加的挑衅 动作越来越大 那在今年以来单月来说 9月应该就有破百次的这样的攻击扰台的行动 那这背后什么原因导致9月开始 我个人认为可能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中共宣布所谓的海岸法之后 那要把台湾附近的这个海空域 要把它视为它管制的内海 第二个我们也这个配合看到 中共的高阶的将领人事布局 包含像先前习近平 在9月又意外的拔着了市民的上将中间 一名我先前分析过 最年轻的54岁的空军司令员 这个长丁球 那这个动作配合近期中共的副司令 另外一位副司令员 直接呛美国说我们云端见 就可以看得出来9月份开始 似乎第一个年轻的将领 是不是在成习近平之一 连这个战狼的姿态越来越高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到拜习通电话是9月9号 也就是换句话说 中美的这个高层领导人 即便已经通过电话 但是军事的动作没有暂缓 反而更加的升温 所以这背后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习近平看起来是硬逼着 第一线的解放军的这个官兵 要这个更加强硬 而且这些年轻的将领为了求表现 看起来在这一个老台 跟对美国相互对峙的动作上面 也越来越大 的确这样的状况会让这个整个区域的情势 越来越混乱 那当然这个9月份还有另外的变数 就是中国的北京的这个南海 动态感知平台 也公布了一项数据说 美国军机在9月份 其实频繁进入南海 有高达62架次 中间有包含P8A反潜机35架次 RCE35电站机12架次等等 那中间也提到说 包含像美军的卡尔文森号 雷庚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 同时这个一艘这个班服的号 还穿越这个南沙的这个美济礁 那这些动作当然也是 这一个解放军拿来做托词 说他为什么要对外展现强硬的姿态 他也认为说这是跟美方 对中国施加压力有关 不过刚刚谈到说 中国这几天在珠海 办这个所谓的珠海航展 那对外对内宣传了很多中国的一个战力 包含他国造 譬如说像歼20或歼16D的这个电站板 那还有包含像 无真7彩虹6这些无人机 那这么多的一个军备 无非就是要展示说 他的军力很强 但是很讽刺的是 这几天刚好也传出说 中国又向俄罗斯采购了 36架卡52K这种舰载直升机 如果今天中国的自治武装 这么强的话 为什么还要向俄罗斯采购 而且特别是这一次对俄罗斯的军购 应该是季先前近年来 大概就是S400防空飞弹 这个苏凯3524架之后的第三大军购案 大概有200亿台币的规模 那这些舰载直升机 为什么有需要采购 是不是背后意味 其实解放军这几年 不是在大肆张扬说 他的一个 这个5直10 或者甚至5直19 这些攻击直升机 战力非常的强 为什么不自己拿来 装载在075的这种 两栖突击件上面 还要跟俄罗斯采购 背后意味这些武器 有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用在海上 包含像它的材料 是防腐蚀 因为海用的直升机 跟陆用的直升机 是完全不同的 那同时包含像 这个俄罗斯的卡5-2K 它基本上它的发动机 还有这个动力 各方面火力的挂载 还有甚至它可以进行空中加油 的确都完全质押解放军 自己国造直升机 所以它转而必须跟 俄罗斯采购 那这背后当然凸显 它政治上 这个夺台 武力夺台的一个企图 的确是持续 在这个扩大 不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反映过来就是说 对台海会不会有威胁 的确如果零七五的 三艘两栖突击舰上面搭载了 这三十六架的 这一个卡5-2K型的 这种武装 这个直升机的情况之下 它如果东绕台湾 对于它零七五 它可以不用进入 台湾的这一个 反舰飞弹的射程 可能用通过这样 卡5-2直升机 是有可能可以对台湾 进行一定程度的威胁 不过这个部分 台湾并不是没有反制能力 特别是这一次 我们的国庆展演 首度对外展示 比如说这个陆射型的 天剑二型就列准飞弹 就是专门用来打这种直升机 那所以包含我们还有 这个数量非常多的 赤震飞弹 或者原本的天剑一型 那还有现在加上 这个射程更远的天剑二型 不要说打这种低空的 低速的直升机 打这个低空高速的战机 也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讲 有毛就有盾 台湾有一定的防备 除此之外 这个珠海寒掌 这几天 对外展示项目非常多 国际的这个 很多军事专家都在观察说 这些新装备 到底是怎么研发出来 结果被发现说 有很多其实都是 这透过逆向工程也好 或者可能窃密也好 都在仿造美军的一些装备 包含像这个尖16D 其实就在学美军的ES8G 它的双翼挂上 所谓的电站夹舱 那美军的这一个 ES8G是用ALQ218 这种电站夹舱 这个尖16D 就是也在仿造 那包含像无针7 其实过去就降龙无人机 就在这个学习 RQ4全球之音 另外像彩虹6 看起来很像SR71 这些零零总统这么多 到底解放军 具不具备 自己研发生产 国造 有一定性能 武器装备的能力 其实最后 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点 就是人的问题 解放军到底 能够发挥多少战力 能够在台海 是不是能够取得胜利 这个的确是未来 外界都会一定的质疑 好我们稍后回来